我是全方大新聞系的學生 然後因為畢業要做一個紀錄片 那我們想拍一些比較有議題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在選題材的時候 我們就想了核四還有蘭嶼的核廢料 那最後選六青是因為他在 第一個是他在台灣本島 因為蘭嶼那邊經濟上可能會有點問題 然後在核四那邊是因為現在力量還非常非常大 因為大家都來反核 連共聊音樂界這次的題材也是反核的題材 所以反而是實話工業這塊 反而越來越少人講 所以我們之後會選擇六青是這個原因 然後 沒有我想知道說 你們是整個戲在處理這個事情嗎 這個題材是各自去挑的 所以拍六青就是我們這邊有七個人是選擇拍六青 有十組 然後一組是六青 那其他的就是 有人是拍芭蕾舞 然後有人是拍網球 然後有些人是拍人生樂團 就是每個人的題材都不太一樣 那有兩組是拍刺青 兩組 對 兩組是拍刺青的 刺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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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所以社會運動的話 就是六青這一個 對 社會運動是只有我們這組 OK 看六青是從什麼角度 預備從什麼角度來看待的 呃 在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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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青居民的角度 然後來看六青 就是這樣為他們發聲 對 然後 那你們會去找那個相關的那個環保團體嗎 呃 環 環保團體是 比較少 因為環保團體 我們主要的東西就是找 好 居民還有那邊的協會 我們想知道 到底六青來對那邊的生計 到底有什麼樣的 就來了之後有什麼樣的影響 影響有多大 那當然還要像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講座就是講一些 呃 危害的部分 那我們也需要學者這邊 來 對當地居民到底 以學者的角度來看有什麼樣的傷害 這樣子 對 那環保團體的話 因為 黃保團體比較 在六青來講 就我的認知是 其實比較沒有這麼劇烈的 去抗議 那最高峰的就是在當年彰化 再見八青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個高峰 那六青現在 很多都是當地居民去抗議 就是當地那邊有關 有關的人 你知道嗎 對 了解 好 那 那 我 我上次有去參加台大 他們 呃 台中 他們有一個生態協會 他們有一個 呃 那個 空氣污染 你們這個是跟空氣污染有關的嗎 六青 呃 呃 我們 我們希望拿到空氣污染的一些資料 那 當然這些東西也會寫在我們 放在我們紀錄片裡面 因為 我們不可能 就是 沒有憑據的 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也是需要有這樣的東西 把它放在我們紀錄片 讓它比較 就是 比較真實 比較證明 所以我們 有 有探討到空氣污染 但是 比較少 我們最主要的 還是在 居民的 觀點跟居民的感受 這樣 那你們會不會 呃 一般人都說 要平衡報導 什麼東西 你們會有考慮到這方面 呃 關係的人 除了這個居民說的 還有哪些人 其實 平衡報導 我們 有在想要不要得到 台塑那邊的回應 那 我們可能會去嘗試 但是 會不會放在紀錄片裡面 我們覺得 應該是不大會 因為 會有一些模糊焦點 這種方法 對 OK 好的 非常謝謝你們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謝謝